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盘中工业原材料和能源板块跑进了大盘 那么今天我们将重点对原材料的板块进行一个着重的分析 那么同时投资风险偏好再度走高 对美元继续形成压力 那么商品货币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加元成为近期对美元走升了最强的一支商品货币 那么也是因为加拿大央行它是首个开始削减货币量化宽松的央行 近日我们看到除比特币以外 以太币成为加密货币中的一个领军的币种 连续创出新高 那么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元对加元的日线图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美元对加元是一路的走弱下行 那么它是从去年的三月份一直到现在 从最高点是1.46以上 现在的位置是1.2268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路下行 从现在的行情可能会在近日有一个小小的反弹 因为它是近期在本周1.2267左右这个位置 形成了一个支持 那么它日内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但是它的下行的趋势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变 有望了在反弹以后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跌势 那么上方它的阻力位置可以看到 前天5月4号的高点具体是在1.2346左右这个位置 在网上可以看到蓝色的均线20均线 它是1.2425 那么这两个位置可以说是近期的比较关键的一个阻力的价格 它可能在上探以后继续选择一个下行的走势 那么也就是说美元对加元它有继续的保持跌势的一个技术走势的这样的行情 如果突破近日的这个低点呢 它有可能突破下行 那么下方呢 通过非本大几年展现的这个技术的指标呢 可以看到甚至呢是可以跌破1.2整数位关口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下行的终极的目标 那么这个是美元对加元的日线图 那么从基本面呢 加元一路走强呢 有两个方面的支撑 一个是原油价格的一路走升 那么还有呢就是加拿大央行的这个削减QE的政策 所以呢加元在基本面上呢 是非常有利于它继续走强的这样的因素 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以太币这个日线图 以太币呢 它是在上个周末呢突破了秦高 然后非常强势的突破上行 现在我们看呢 它的上行的这个走势呢 可是在这近三日呢有一点点的收敛 那么看到它在保利加通道这个地方的行政 一点点小的阻力 但是由于呢 这个上涨的这个尽头呢 非常的强盛 那可能呢在日内呢 有望继续的突破创出新高 那么它上面的继续的一个上行的潜在目标 是在3700关口左右 如果是它从这边有机会回调呢 下方的一个关键的支持位置呢 可以看到100%的这个回荡性 那么具体是在3000关口 所以呢 它的上行的趋势可以说是远远的没有被改变 那么还是要注意它的一个短线回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它的随机震荡指标呢 我们看到这个MAC震荡 它是没有一个回头的一个迹象 那么有望呢 它是在本周呢 继续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涨势 那么下边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Sochastic呢 在这个超买的区域中呢 已经回荡了一些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呢 它有可能呢 还是在日内呢 形成一个重新的建立涨势 这样的一个可能 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太币呢 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上涨 短期间之内呢 是没有一个坐顶 大幅回调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这个是以太币的日线图的走势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材料 生产原材料的SPDR的基金的日线图 可以说它非常规律的走在一个上涨的趋势中 那么也是支持呢 道琼斯指数创新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经济重启后的一个经济反弹 乐观预期的这样的需求增长的乐观预期中 来促使这个一个板块的一个整体的上行的走势 那么看到这两日呢 它是两日呢 非常强势的有两根梁柱 那么它有可能在触及这个上行通道的上滚呢 形成一个阻力回撤 那么首先的一个下方的支持呢 是在84关口这个点位左右 那么下方呢 可以看到20日的均线 这根橘色的均线 82.40左右 那么这是它下方的两个潜在的回撤的一个目标 如果突破呢 当然它有希望继续走这个上行趋势线 向上向行通道这个走势 那么它的上方的继续的一个近期的潜在的目标呢 是在89.35左右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是生产云材料的基金的日线图走势 所以从它的这个均线的走势呢 是非常平稳的走在均线之上 我们也是短期内没有任何一个基本面 或者技术面的这样的打压 它大幅下行回撤的一个信息 所以呢除非美联储呢 它公布要升息或者是呢 削减QE才有可能的引发这个股市的高负振党 所以这是我今天呢 对这个它的日线图走势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技术走势分析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